到警察還拚命想解釋 但男子也說不出什麼 還欲言又止 當然馬上被警方壓制 因為他剛剛竟然想要 強行對一名女子不軌 被害人放聲大哭 差一點就被嫌犯得逞 而最大功成就是他 把時間拉回原警抵達時 說話的就是報案人 負責管理頂家分租房的房仲 被害人是這裡的住戶 跟嫌犯不認識 有天凌晨嫌犯在街頭閒晃 看到被害人長得漂亮 心生歹念尾隨 還要求開門最後失敗收場 他不罷休 兩天後再次潛入 躲在頂樓埋伏 趁被害人回家 強拉到頂樓 被害人反抗 竟然還被打到全身上 嫌犯之所以可以跑進去犯案 是因為當時候 這一扇鐵門的鎖事壞掉的 任何人都可以跑進去 而現在案發之後 這一扇門終於守好了 案件進到法院審理 嫌犯竟然辨稱 是想認識被害人 想好好跟對方說話 不過法官認為他 暴力脅迫 又把頂樓的門上鎖 不踩性說辭 依侵入住宅 強制性交未遂罪 判五年徒刑 儘管嫌犯受到法律制裁 但被害人受傷的身心 難以平復 如果房仲當時不當一回事 就離開 後果真的難以挽救 TVBS新聞無區前五月 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